被色狼席凶打电话报警 没想到接电话的远警竟然回答说 色狼要摸就给他摸啊 这样的说法让报案的年轻喜头妹 认为真的是太敷衍了 而且这名接电话的远警 说话态度还相当轻蔑 最后还没有受理他的报案 让被害人觉得受到了二度伤害 警察局一点你好 很高兴为你服务 3号凌晨3点钟 一名女子向警方报案 遭到色狼席凶 但接电话的远警竟然回答 色狼要抓就给他抓 他的对话是说摸就摸 他的意思是说要壮胆一下 因为一般的台族如果摸到的话 他就会很怕 但是他是说壮胆给他说 给他说你摸啊 他就会吓到了 警方缓夹试验原警是好意 但报案的23岁喜头妹 表示在小港地区遭到一名 戴全罩式安全帽的骑士 突然摸凶 向警方请教防狼之道 却听到这种轻蔑的话语 夸张的是 事后警方也为受理报案 让他二度受伤 中庆警人说 那我请我们的 桥港分局的远警去处理 他就跟他说 这么晚了 我怕吵了 但是我们是希望 你们加强该地区的辛勞 警方表示是被害人拒绝 绝非吃案 但对远警言语失当 也将陈储并加强教育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